接下來是女生組 這場比賽是52公斤量級 成年女子組 王友文對上的是葉惠馳 惠馳明顯體型嬌小很多 藍方 那重量是一樣的 量級是一樣的 最低應該是52公斤 惠馳應該是往上爆 因為我記得他40幾而已 47吧 了解了解 的確啦 看這個身材不太像是這個量級 但是惠馳是拳擊低 之前就是在萊毅高中練 萊毅的拳擊超強 然後余文安妮是在TMA開始練踢拳泰拳舞 就起來了 也是社會人士 我覺得其實社會人士練拳真的是比較辛苦啦 就是他們的身體素質可能就會沒有像校隊這麼硬 但是他還是有B站深場的優勢 我們陳敏也是出社會之後才開始練 對 所以我就 覺得自己很可惜 如果我是校隊我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是不是 萊毅現在也很厲害 拜拜 剛剛有一拳算是王宇文的一個直接命中 打到葉惠馳的整個下巴都仰起 對 噴頭 但是惠馳的拳你看他連續的都很漂亮 而且他最後一定會接一個low kick 我覺得 很棒 拳腳的組合 對拳腳組合其實是我覺得 你看剛剛那個連拳 有了有了 很明顯就看得出來他是就是受過訓練的 這是拳擊底的 拳擊底的 身上留著拳擊的血統 血液 他的那個藝名叫做精英 就是金色精老鷹的藝 我覺得超帥的 那他今天出場怎麼沒有披著他的精英出來 欸 可能預算有限於 會誰把分數追回來 喔 nice 那個低踢 所以在第一回合 這邊其實兩位選手 互來 互別苗頭 並沒有說差距非常的大 現在應該在伯仲之間 對葉惠馳來講 如果說他是以這種比較 力量級的去挑戰的話 這樣比賽可能會 確實會打得比較辛苦 對會很累 就是因為其實體重 就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講過 就你不要以為體重差一兩公斤沒什麼 你拿那一兩公斤的肉摔在你臉上 看你痛不痛 就是真的有差 那力量也有差 那待會兒 找到選手 第二回合 快 這裡的猛拳 繼續互拚 再來 不能後退喔 這個後退會被對方追著打 因為王宇文他的攻擊距離是比較長 所以只能跟對方去拚 這裡 西撞 這一輪感覺是王宇文比較佔優勢 有拉起來 但其實目前的分數還是葉惠遲在一點點 慧遲的手啊他的腳步其實很明顯看得出來是有受過校隊訓練的 對 好 但是余文的腳剛剛有一個右腳很漂亮整個都砍進去了 把他壓在邊身上打 開始不穩了 繼續要追擊王宇文 現在這個機會不可以給對方休息 有一點站不穩 對 要繼續進攻要上前 兩分鐘其實節奏應該要很快才對 繼續上前 這也有一些 這種類似抓腳的一個動作 喔 車踹 好 壓到角落 慧遲每次都有繞出來 其實算蠻明智的選擇 因為他剛剛如果被壓在邊身的時候 就是他其實基本上沒有反擊的能力 要繞出 王宇文這裡要追上去 有 有 6秒鐘 有 有 我之前也跟慧遲打過 其實我覺得慧遲的拳的質量真的很好 就是以他那個量子來講 他的拳其實蠻重的 好 所以 還是讓 葉慧遲 這應該是 非常 些微的差距 擊敗了對手 我這樣比賽 我看到 王宇文 我個人覺得他蠻可惜 因為他沒有利用到他的這個身材優勢 他第二回合其實他 是 分數是追上來 對 就其實這些微之差 兩個人其實 沒有到差的很多 對 宇文的腳都是 就比較明顯 距離也比較長 有時候會才打不到他的時候 宇文就可以攻擊了 這時候其實會 這種 如果說求勝意志 再更強一點的話 對 不要讓對方休息 逼到角落就是 對 就是要這樣子一直進攻 對 退開的時候你等於讓對方去喘 對 那就是蠻可惜的 對 不過這樣比賽打得非常精彩 我們還是要恭喜葉惠慈 恭喜惠慈 恭喜惠慈 謝謝 恭喜 謝謝 謝謝 謝謝